欢迎来到Brave 向东南亚最优秀的科技领袖学习 打造未来学习过去 并在两者之间保持人心 成功绝非许言 我是Jeremy O 风险投资家 连续创始人 哈佛MBA 科幻小说师 但个女儿的父亲 他们采访变革 且并分享个人介绍 加入我们由四个千 多名成员组成的运动 在www.bravec.com 上获取文字记录资源和社区 保持健康 保持人感 帕特里克林登的创业精神 是在德国的一个小村庄点燃的 在那里 他的早年生活 充满了个人挑战 和对商业余生俱来的好奇心 父亲的早试 给他灌输了深深的责任感 促使他从小就开始从事多种工作 这些成长经历 不仅让他懂得了 努力工作的价值 还让他接触到了财务管理 和自理更生的现实 受自身境遇的启发 帕特里克开始接受商业教育 决心开创更美好的未来 帕特里克的第一个重要企业 iHippo 最初是为了创新性地解决 他的同龄人普遍面临的问题 寻找海外实习机会 最初只是为德国学生 在新加坡寻找实习机会 提供电子书指南 后来发展成为一家综合性实习安排机构 帕特里克的愿景很明确 架起欧洲和亚洲之间的桥梁 为年轻的专业人士提供一个开启全球职业生涯的平台 当他将iHippo 扩展到新加坡以外的地区 使整个欧洲的学生都能在东南亚获得实习机会时 他对这一事业的承诺就显而易见了 随着iHippo的成功 Patrick通过Deal Guru进入了竞争激烈的电子商务领域 从每日交易模式中汲取灵感 帕特里克创新了营销策略 这成为他的标志性举动 他回忆说 我们决定用星巴克代金券来改变现状 这场赌博获得了惊人的回报 这次活动不仅让Deal Guru名声打造 还彻底改变了整个新加坡电子商务的营销策略 为客户参与和快速增长设定了新标准 Deal Guru的成功 最终以3400万美元被收购而告终 这充分证明了Patrick的战略远见和创业头脑 帕特里克的创业之旅 随着Metresha的创建而继续 Metresha的诞生 源于他对传统并购效率低下的亲身体验 他设想建立一个平台 为中小型企业实现并购活动的民主化 使这些重要的商业工具既方便又实惠 看到小公司在复杂的并购环境中举步维艰 我知道一定有更好的办法 Patrick分享道 自此Metresha成为了东南亚地区的重要资源 促进了交易的顺利进行 增强了企业的能力 帕特里克的战略才能还体现在 他在东南亚地区对滚动战略的应用上 通过将多个较小的公司合并成较大的企业集团 他不仅提高了运营效率 还显著增强了市场影响力 Patrick解释说 每一次合并就像拼图一样 每一块拼图都经过战略选择 以构建一个更强大的实体 他在电子商务和在线食品配送领域的成功扩张 凸显了他利用市场碎片化 创造强大市场领导者的能力 帕特里克林登从德国的一个小村庄 成长为东南亚创业领域举足轻重的人物 他的经历生动地说明了坚韧不拔的精神 创新和战略思维如何将挑战转化为机遇 他的故事不仅关乎建立企业 还关乎激励他人超越传统 勇于创新和引领变革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to Brave If you enjoyed this episode please share the podcast with your friends and colleagues We would also appreciate you leaving a rating or review Head over to www.bravesea.com for member content, resources and community Stay well and stay brave